Middle音乐节躁动六小时,震撼来袭 6月21号在南京方山一主营 江苏音乐台为庆祝21岁生日 举办了南京历史上首次规模最大的Middle音乐节 这不仅仅是一次音乐的盛宴 更加是可爱的Middle军团蒙露集体卖蒙的时刻 法理的舞台,最炫的灯光 简直是高大上的有没有 看到耍酷打碟的露营 Jazz姑姑的上华有没有秒到你可爱的小星杠呢 音乐台DJ团梁晨、王晨、谢阳、邓黄等主持人和专业歌手同台比拼 歌声同样嗨爆前看 本次Middle音乐节中还增加了工艺的元素 江苏山广播电视总台 顾台队总经理黄信先生现场启动了 《2014音乐种子春蕾助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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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听到文艺女神万方的声音 台下粉丝的心都融化在暖暖的歌声里 他还翻唱了《今年音乐种子春蕾助学行动》的主题曲 《我们都是上天的孩子》 诚挚感人的旋律让不少现场观众为之动物 《孩子孩子不是谁的错》 《生命运斑斑了蹴脱》 《我们都是上天绝不着爱死》 《只要一看晚天就不及》 《他们都是上天的孩子》 《你们都是上天的孩子》 单和台下两套粉丝气扬 能信不清智 那绝对是一个经典 《啊,滚尖残》 《归族过去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为何你还爱 我都不思考 爱你怎么能了 谁谁能来 催泪歌神杨宗伟名不虚传 打错了空白阁等歌曲 一开嗓就倾倒众生 最终在以致敬李宗盛大哥的歌曲《山丘忠》 结束了本次嗨唱六小时的音乐生夜 2014米斗音乐节可谓是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音乐节 如果你也在21号加入了我们 那么你将书写南京的音乐律师 谢谢南京 谢谢大家 我来 epidemiology 细心 诀言